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观赛老大叔为您带来的导塔二 职业选手第一视角 那么这个是答应给大家的炼金事务时的第一视角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主角呢是阿美尔 也就是TNC的中单 那么看我视频和直播比较久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这个一天到晚吹这个人 这林琳娜一个技能上来以后还行 还行 这里阿美尔是抢到了下路的这个赏金身符 对方因为知道你有炼金术士 也是一上来对于抢符这件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那么对方是蓝猫虚空以及这个屠夫各抢到了一个神符 而下路的这个神符呢也是险些被对方的神牛给抢走 那么这样啊 开局对方是一个三符 而炼金这一方呢则是只拿到了一个神符 而且是自己配合丽娜抢到的 能看得出来对方对这个炼金术士还是相当的针对 其实现在抢符如果想拿三符的话 最简单粗暴的做法呢就是开局三人抢符 中单不要卡兵 开局三人抢符 然后中单直接去 不要去在自己家的高地上面等着卡兵就行了 这个也是对于对付炼金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算是 这个明明有不到 这可惜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前些天我给大家预告了一下 想尝试说做一期这个王者荣耀的视频 然后娱乐向的视频 这个征求了大家的意见 但是呢很多的观众还是表示说 这个敢更就取关 是吧 这个大家既然这么吓唬我了呢 我就不更了 没办法 确实第一期视频其实我都做完了 但是出现了音话不同步的情况 那么也就没更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一般情况下 我这个人性格也不是说这么随和 是吧 不是这么随和 但是呢既然观众很多观众还是不太希望 那就无所谓了 那就不更了 不更还省事 因为本身dota2现在主要也是因为现在整体中国的这个dota2的新人相对来说数量比较少 看来看去呢 总是那些老面孔 那么大家看这些老面孔的比赛 而且他们整体的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这个实力呢也是只能做到就是维持 只能做到维持 就是偶尔可能可以腰一下 但是呢 不可能一天到晚的腰 对吧 你就像你不可能去指望这个 这个就像马刺 当年这个GDP组合的时候 对吧 你不可能指望那几个腰刀 每场比赛48分钟都那么腰 你这样去指望一下 像现在这个年代 你那样去指望一下 卡巴伊他们还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总是去指望这样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个中国战战亲王不接的这个情况里面呢 还是给大家去找一些尝试 找一些多找一些国外的这个选手的视频来做 顺便呢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国外目前的这个刀的整个水平是什么样 这场比赛呢 中单阿米尔也是我吹了很久的一个选手 那炼金术士也算是他的绝活英雄之一吧 这场比赛的阵容呢 他兑现的中单是一个蓝猫 那到目前为止这个补刀保持来着相当的不错 出门装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可研究的 就是尽早拿到补刀抚原盾 然后把自己身上的用补给换补刀 注意就是用补给换补刀 运两个 一个大药 两个大药 甚至运三个大药都无所谓 就是前阶用补给换补刀 确保自己的补刀的数量能够跟得上 然后你看这里他又运了一个大药 在确保补刀的同时开始去补护腕 这场比赛的练金术士跟之前给大家做过的练金术士都不太一样 用这个护腕去堆自己的血量和魔抗 这样的话在中路再不断的用这个补给 实际上就是练金术士在前期只要对方不是疯狂的过来游走的话 那么练金术士只要依靠自己的酸物 加上一个被动安心的补刀 然后多运一些补给 尽早的出刀户外 那么这个就不会被绝大多数的英雄压制 大部分的英雄都不太可能说压制住这样的一个练金术士 当然个别英雄的话除外 你像拿个什么熊战这种英雄出来 别的不干就在中路随你这个练金 那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那样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练金就会选择尽早的钻野区 比如三级 我有两级酸 我就直接钻野 然后中路换一个酱油过来战线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种打法就是中路我干脆不战线 干脆就不拿酱油来战线 或者说拿酱油来战一波线 因为对方有可能这一波看看神牛给上一个版封之路了 练金术士这个地方选择原地铺酸物 跟这个蓝猫拼 因为没办法走不掉 那么这个地方丽娜支援过来以后还在不停的跟蓝猫在打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扛住 最后对方非常成功的击杀掉了练金术士 而且是先杀了练金 但是蓝猫和神牛两个人没有打过丽娜 丽娜在这波中路血转 拿到一波双杀 而且其中这两个人头都算是她的单杀 注意两个都是她的单杀 因为练金术士已经第一时间被打死了 那么这样的话由于她已经被击杀掉了 就不会去分这个丽娜的范围金钱奖励 也不会去分经验 那么这样的话等于丽娜一波直接拿到了一个双杀 拿到两个人头的单杀经验和经济 一下直接起飞 而练金再回到中路线上以后 现在是五级半的一个经验 那么这波对方蓝猫在接着追 这波练金术士也是压力很大 赶紧往回跑 这个地方身上因为有两个户 所以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硬 两个户在加上只有高达保护 也是加了一些护甲 也是比较硬 那么进到树林里面接着运大药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 链金就是接着运大药 然后顺便再去克克圣坛拉波也 这个对于链金来说的话 是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这个地方也是把两个户 放到背包里面做一下最基本的操作 然后就是利用到我之前上一期视频 专门给大家介绍过的做法 也就是在夜远区贴近中路 一波中野和一波大野 这里吐一个酸物 然后砍树 这样的话就可以 然后你看上面的销兽 大销兽就会不断的往下跑 当然由于现在链金术士 他整体自己的输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他也没有选择去强行把大销兽打了 因为大销兽本身是加护甲的 而他的酸物技能是一个物理伤害 减甲加物理伤害 打销兽的话会有点吃亏 所以他也没有强行去把销兽打掉 而是先选择过来的中路战斗 现在蓝猫这个地方看到链金还没有到六 配合神牛非常成功的击杀掉了链金 可以说这两波对于中路链金的压制 对方的神牛做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 节奏可以说是完美 他两次在中路动手全部都击杀掉了这个链金术士 而且第二次是等于蓝猫没有死 全身而退得以 那么在装备方面链金术士 现在的这个版本基本上大家都会以这个香味鞋 作为一个必备品 之前链金都是飞鞋 飞鞋灰药或者是说类似的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版本由于链金术士急需 这个香味鞋所带来的这五点护甲 六点护甲 记得香味是六点护甲吧 没记错 六点护甲 有的时候怕记错了 有的时候怕记错了 所以确定一下 这个位置又是自己拉了一波双野 但是右侧这个野没拉出来 右侧没拉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右侧的野怪是没拉出来 右侧的野怪有点讨厌是个远程 近战英雄去拉远程野怪的时候 是很大概率有可能会拉不出来 因为需要提前一点 或者你的移速足够快 那么怪在打你第一下以后 他不会出第二次平A的动作 那么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拉出来的 链金利用在六级以后 快速的清掉了两波野 然后再加上中路的线 那么这里再过来打一波中野 而且这里现在应该还有一波野 应该还有一波熊怪 他上一波没清 因为这个野怪比较讨厌 比较硬 那么这里拉出来再接着打就可以了 链金术是不是很害怕石头人 他不是很害怕石头人和小人马和小熊 他不怕这些怪兵 因为这些怪物所加的是魔抗光环 这个地方又是非常成功的 拉出来了两波野 一波大野一波中野 拉出来以后 酸物跟大招的CD都赚好了 直接开大 开酸物 然后直接打 还是像刚才一样的位置 利用这个位置 他就可以不停的来刷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8分钟 这个链金的补刀是56-7 他的经济目前也是在全场第一 有4000块 这样的话你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当你在拉野和打野方面 拥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还有这个技巧以后 那么即便就是在前期 你再做一个链金 被对方击杀了两次 而且成功的击杀了两次 没有让你拿到任何一个助攻和人头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链金仍然是可以刷得起来 大家不要看这个链金 现在手里边攥着两个助攻 这两个助攻是假的 没有钱的 因为他被击杀掉了 他人不在那个地方 所以没有钱的 这个助攻是 这里队友也是帮他囤了 应该是三波野吧 一波4422 一波人马 还有一波狼 这波也是非常赚 因为有自己的被动 这个钱收的也是非常开心 加点方式方面 链金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大家会选择加三级酸污 然后加满被动 因为三级酸污大多数情况下够用 当然也有一些链金术 是会选择在前期 拿出来一点加在瓶子上面 至于这个瓶子 哪级去加不一定 因为这个没有定式 加瓶子的目的 一般是在前期 配合自己队友去击杀 这个地方心有点急 露了个刀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链金术 就是现在的GPM是达到了551 这个游戏刚进行了9分多钟 而且在被前期击杀两次的情况下 已经达到了500多 那么现在经济整体是5000 几方这场比赛呢 就腐王的经济现在还可以 大胜的经济是崩盘的一个状态 所以眼还被对方给烦了 这场比赛对方是有职业选手 这场比赛不是太多 对方的宙斯是这个Kiosk 那么联机术是这里接着 利用还是利用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那个技巧 另外给大家再多补充一点点 就是在这个野区在刷野的时候 你的攻击这个野怪的时候 如果你攻击这个野怪的时候 他的500码范围内有其他的野怪 而这个其他的野怪 又是在自己400码永久重温范围之内的时候 你只要攻击到这个野怪 就会把其他的也引回来 所以这样的话 在你在一个拉野的时候 如果能够实练去使用这个技巧的话 可以让你少走很多路 因为在刷钱的时候 走路这个事情 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东西 这根链金在10分40秒的情况下 这里又是有队友帮他囤的野 应该是 又是一波销兽 一波网怪 再加上一波人马 而且因为这个是大野点 所以这个人马是带两个小人马 又是非常赚的一波 这样他的经济 谈笑无间 已经来到了7000块 刚才我们还说是5000 现在已经达到7000 GPM也是从刚才的500出头 变到了650点 660点了已经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拿到自己的灰药 在没有拿到灰药的情况下 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GPM 这个位置来到11分钟 他已经开始砍树了 这个地方的砍树就是像刚才 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的这个位置 他现在的一个站位就是上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的那个站位 就是他在这个夜眼方远古野 还有上方大野这个区域去铺一个酸物 这个打这种野的时候注意一定要先把提供护甲光环的怪打掉 因为提供护甲光环的怪是这个炼金酸物的一个克星 很讨厌这种东西 那么炼金这个时候在12分钟不到12分钟的时候 经济上已经是拿到了自己的3800 项尾鞋双护二补刀火源盾 加上一个850块钱的存款 这里开项尾过来赶紧把这个刀给补掉 已经达到7700多的一个经济 这里等一下再补到一个纪念兵 8000经济 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拿到自己的灰药 项尾双护二的炼金 一般来说灰药的钱是在8500左右 这个要看他其他的基础装做的怎么样 如果他选择是多做了一个大魔伴的话 那么就要8500左右 如果没有做大魔伴的话呢 那就是大概8200就够了 这个地方连接一个瓶子甩出去 对方的蓝猫 这个应该是他的灰药第一波 但他的灰药实际上还没有拿到 这时候屠夫一个勾 刚好是勾到了这个连金术室 连金术室也不跟你废话 我先过来杀你的蓝猫 因为他看到你蓝猫没有蓝了 屠夫也选择咬的是大胜 不过由于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输出完全不够 这里被炼金追上来以后直接锤死 而与此同时炼金刚刚拿到自己的灰药 这个时候虚空一个大招上来 他第一时间选择是锤着右侧的小白 但是刚才好像是因为有这个灰药的缘故 第一下出了一个miss 神球这里交一个大 还在追这个炼金 这里砍一棵树往回走 对方没有机会追 虽然发现了这个炼金砍了一棵树没出去 但是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 是以为这个炼金已经走掉了 所以没有浪费时间去追 这样炼金在自己13分钟 或者说12分半左右的参加的第一波团 还是相当的成功 拿到了对方的 等于是打了对方一波 几乎是一个五人团面 就是一波五人团面 似乎是 前天后打对方一波五人团面 他自己一个人的贡献输出是2200多 而且这波他吃了很多的伤害 另外就是这波团战很关键的一点 是在他还没有拿到自己的灰药的时候打成的 那么在这波结束以后 13分钟他的经济已经来到了9600 刚才是11分钟的时候 大概他的经济是7000左右 在13分钟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达到了9800 快14分钟的时候 他的经济快要上万了 这波也快打完上万了 14分钟 经济上万 而且这个是在他前期被击杀了两次的情况下 前期自己被击杀了两次 而且没有去杀到任何人的情况下 他的经济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当然他现在是拿到了两个人头 现在是拿到两个人头 在有了灰药以后 练金的打野的技巧就更简单了 利用酸物将这个怪拉出来 然后自己把所有的物理输出 全部打在这个远古身上 全部都打在远古身上 因为远古不吃你这个灰药 所以把这个物理输出 打在这个远古身上 打在远古身上以后 利用这个酸物加上灰药的烫伤 可以直接把这个小夜点 和中野大野都可以清掉 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加快 你这个刷钱的节奏 这个地方也一样 用灰药先烫 烫出来以后 然后利用这个酸物 覆盖其中的一边 这个是在有灰药以后 可以这样去打 可以加快效率 用你的酸物覆盖一边 然后利用灰药 加酸物的主要伤害 去打掉这个另一侧的野怪 而自己的本体的输出 单独去覆盖另一侧 单独覆盖一侧 所以这样的话会 相对来说效率更高一些 而且更稳健一些 不会出现你这个酸物 烫空的情况 那么在15分钟的时候 连金的经济来到了11700 它的GPM现在已经是高达806 因为这种双护二加上一个 就是灰药以后的这个炼金 这个时间是一个强势期 就是对方是没有办法过来打这个炼金的 如果你没有能够快速限制它回血的方案 比如说A的大招 这种不需要装备就可以实现的这种东西的话 没有办法限制它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还是尽早的去做大骨灰 那比赛进行到现在 他们的团队经济领先 对方7000 也就是差不多是炼金自己一个人领先出来的 这里跳刀出来以后呢 第一波带瓶子跳上来 给到神球身上 一下两下直接把神球捶死 然后再过来以后 配合队友带走对方的一个屠夫 再走上来切对方后排 把对方的这个宙斯切死 王跳吼 吼住对方的一个虚空 这里炼金走上来以后 跳刀贴脸 直接一个瓶子扔上去 队友给上点灯 那么这个炼金先往回撤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顶塔不是很科学 顶塔不是很科学 藏在树林里面 等一下 把这个瓶子扔出来 嘲讽接上 一个斩 没用上 这里是直接被炼金走过来 然后一刀砍死 直接切死 这波打完了以后 阿米尔已经是主宰比赛 那么大圣配合 父王两个人过来找了一下虚空 跳刀过来 直接把瓶子扔到脸上 然后走上去 一刀 两刀 直接切死 虽然屠夫已经是勾到了这个虚空 但还是在勾到的路上 直接被这个炼金给打死了 屠夫的勾 这个单位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是有伤害判定的 所以屠夫勾人的时候 是可以触发这个 就是可以在勾的路上 被这个炸的人的炸 雷炸死 炼金自然也就可以 把这个单位呢 砍到这个单位身上 这样游戏在进行到 17分钟的时候 炼金已经达到了14600 那么GPM已经是接近900了 17分钟GPM接近900 这根炼金术士看到上路有钱可以收 那么就赶紧去收钱 他的装备 这张比赛的装备思路也很有意思 他走的一个装备思路 并不是大家常规的那种出分身 然后出完灰药出分身啊 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说那种 这个出强席的那种炼金术士 他走的这个路线是出完灰药以后 直接补一个跳刀 利用跳刀加灰药 配合自己的这个瓶子 摇摇乐的瓶子 去增强自己参团收割 还有切入的一个能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他选择做了一根BKB 当然这个BKB是根据这场比赛 对方阵容来定的 如果这场比赛对方的阵容 不是有这么多的控制和魔法爆发的话 这个BKB的优先级可以往后放一放 就是他可以先去出一出别的装备 但是这场比赛因为有神牛 有宙斯 有蓝猫 他这些英雄逼着 他不得不去出一个BKB 所以他选择在这个跳刀以后 先做BKB 当然对方这个阵容 也有其缺点 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无视魔免控制 有这么多的魔法的控制和爆发 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是 你整体阵容后排偏脆的一个现实 就是能够去保护这个宙斯的人 在面对对方开始BKB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 要么就是这个虚空 比如他自爆 要么是虚空给大 要么就是这个屠夫给咬 就这么两个救人的手段 没办法 所以这个炼金叔叔先选择去出一个这个BKB 配合自己的灰耀 加上跳刀去切后排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在出完了这个BKB以后 炼金选择出的是一个银月 这是他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装备选择 就是灰耀 跳刀 BKB 然后直接做银月 利用银月来更快的去提高自己的一个战斗力 也就是让自己短时间内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物理 坚魔法输出 注意在新版本的时候 炼金术士只需要有一个银月之精 他的攻击速度在三级大招没有天赋的情况下 就可以达到一个普通英雄 大概600攻速的一个攻击的一个频率 也就是此前版本的满攻速 0.3几秒的这么一个 0.35到0.33左右这么一个攻速 这个地方看对方的神牛跳过来 直接扔出去 这个很极限 这个瓶子扔的 过来以后对方的宙斯直接给了一个雷云 但是这个炼金术士的输出有点高 而且由于在天赋上面 选择的是减了7秒不稳定化合物的一个CD 所以让他的不稳定化合物 可以自己跟自己形成一个衔接 那么这个地方的选择是开启了BKB 那么这样对方蓝猫飞过来 也拿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再加上队友已经支援到位 那么炼金术士的经济现在是暂身在19000多 GPM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970多 快要上千了 20分钟他的GPM已经快要上千了 GPM上千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20多分钟就可以达成六神装 这里选择直接把这个音乐出来 然后把身上的一个呼玩卖掉 还剩2000多块的一个存款 但是由于距离主战场比较远 甚至没有飞鞋 所以这一波没有办法去支援到自己的队友 不过自己的队友全送了 下一段装备他选择在音乐以后 去补一个冰眼 这些都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些出装的选择 但是这种炼金术士 就是我在整个看下来这场比赛以后 感觉这种炼金术士 如果你前期不压他的话 这个炼金感觉是比这种常规出装的炼金 要强了太多了 真的是强了太多 主要是这种炼金术士 这个英雄本来他不缺输出的 这个英雄是全刀他攻速最快的英雄 他在25级加完天赋 前满攻速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差不多一秒钟砍十刀 可以达到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攻速 0.11秒的攻击间隔 差不多一秒钟九刀吧 准确的说是一秒钟九刀 这样的一个攻速 你哪怕就只给他三百的攻击力 这个都已经是一个很逆天的一个数字了 其实大家可以简单的来换算一下 就是他现在的这身装备 在开启大招以后 他的攻速大概是一秒钟砍三下 而他在开启大招以后 再把这个冰眼拿到手 他的攻击力大概是三百左右 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英雄的 平A伤害 加上辉耀的伤害 一秒钟就可以达到一千的 一个GPS 如果再加上酸物的减甲等等 这些效果计算起来的话 可能会更多 这里上了一个瓶子 直接先找对方的神牛 然后三刀直接切死 这时候还要往前追 但是旁边看到了一个屠夫 在欺负自己的队友 往这里吼住以后 连金接一个瓶子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攻速 这个时候连金的攻速 已经达到0.34 一秒钟砍三刀 攻击力是275 275的一个攻击力 一秒钟三下 这里拿到了自己的一个冰眼 拿到冰眼以后 他的攻击力在开启大招 就现在他开启大招以后 差不多就应该可以上千了 就是DPS一个人可以上千 如果加上酸物的话会更高 当然这个地方 在扣掉对方的这个护甲以后 实际伤害 肯定要打折扣 但是就算是打折扣 也要计算他现在现有的 这个DPS有多高 有时候连金拿到这个冰眼以后 下一招装备呢 他的装备选择是要出一个大雷锤 想出的是一个大雷锤 注意看这波这个连金 跳过来 一个瓶子扔到脸上 那么这波没用上 直接被斩死了 上了以后直接开始大招 过来去推对方的这个中二塔 那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 连金一个人的经济 大约相当于对方三大哥经济的总和 他有24000 对方是8800的这个蓝猫 再加上7200的屠夫 正好是16000 然后再加上8400的一个虚空 大概就是24000多 而此时他的GPM已经是高达1130多 另外就是这种出装的炼金数 还不是那种经济黑洞 不是说我出了一大堆的装备 然后不厉害 这种出装的炼金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他锁过之处 对吧 锁过之处 这个嗓子 好久没有长时间的解说了 这个嗓子确实 哎呦 这个一个平等的两个 直接打死一个对方的神牛 开着BKB 再接着切对方这个屠夫 这个屠夫要回头给大了 咬住这个炼金树 是这里旁边的队友 是被王一个好家刃甲 给定住了 这个宙斯 虚空在疯狂的输出 这个时候还没有死 大骨灰贴上 那么炼金树赶紧往回跑 好现在的大骨灰对于这个回血的降低比之前要弱了一些 以前是减70% 现在是减60% 这个道具也是被削弱了一些 下一段装备炼金树在冰眼以后 准备出的是一个龙心 出龙心的目的很简单 因为自己现在虽然说已经有了BKB 有着三级大招回血很快 但是对方有一个宙斯 加虚空加神牛 加上大骨灰的这么一套东西 对于炼金来说 这个生存还是仍然有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下一段装备选择是出一个龙心 把自己的血伤线抬起来 那么有观众可能会说那他格子不够简单 把这个银乐吃了就行 对吧 把银乐吃了就OK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 就是现在的这个炼金 就这种出床的炼金到了后期 他仍然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就是给队友养A 他可以给队友养A 养完A以后再给自己来一个 然后他的攻击力一下就上天了 这个是现在这个版本 炼金跟以前这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以前炼金这个英雄到了游戏的大火星 你会感觉他切又切不死人 站又站不住 然后会感觉很尴尬 但是现在炼金没有这个困扰 你只要有钱 你就拥有了一切 这个炼金在25分钟的时候 经济已经达到了29000 也就是说他在20分钟 到25分钟这段时间里面 他刷了1万经济 5分钟刷了1万经济 这个时候炼金再往前追 对方的神牛这里一个板子 加上虚空的跳 成功的躲掉了炼金和丽娜 两个人的这一波击杀 上过又成功的击杀掉了腐王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炼金的GPM 已经是成功的提高到了1200 1200的GPM 大约在20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经济是2万左右 26分钟 现在他的经济是马上要达到3万 这波冰清了就3万 这里上来直接找一下对方的屠夫 莉娜结一套技能 这里给上酸窩 一顿切 只能回头选择咬一下 大声过来给一个棒子 最后还是被冰线给K到了这个人头 那么炼金这里发现了对方的一个宙斯 直接绕过来 找到一刀两刀三刀四刀 再加上小白的一个电 直接带走 然后呢 在非常快的切掉对方的一个雷云 再有了龙心以后 这个炼金数是有高达4000的一个血量 龙心加冰点加BKB加灰耀 一个跳刀 而且因为他吃掉了一个银月 所以攻速也很快 他的下一件装备 目前看是打算要出一个大雷锤 可以看到他的GPM 在这波打完了以后 是稳定在了1200多 那么中路高地塔拆掉 然后这里再接受拆对方的这个 中路的纪念兵营 蓝猫此时此刻飞到这个链金 身上链金可以完全无视你 而且由于这4000的固有血量 让你在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去秒杀他 秒不掉这个链金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突他的后排 因为这个链金 现在关键问题是 你突他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死好几个人 而且链金选择在20级的天赋 加的是40%的一个分裂 他没有选择去加这个瓶子伤害 而是加了这个分裂 一个瓶子上去 这里对方的这个神牛是跳跑了 屠夫咬住 但是开着BKB的情况下 队友没有办法去进行 其他的输出的一个辅助 那么这里大骨灰给上一个电 神牛这里空大了 好像是 神牛第一个地方应该是空大了 那么大胜交一个大招出来以后 掩护一下这个链金的撤退 链金的下一个大招 还有10秒钟不到的时间 配合自己的队友接着去拆 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选择 不出这个大雷锤 直接去出A仗了 因为现在身上没有什么 能够去换下来的装备 就是他即便就是出了这个大雷锤的身上 也没有什么能换的装备 所以他选择先去出A仗 对方一波五人团灭 打完了以后 现在这个 两路高低高破 那么链金这里拿到一个A仗 然后呢 先把这个A仗 第一代A仗养给大胜 养给大胜 以后自己再把挑刀偷出来 大胜现在有一了仗 有一仗以后 大胜其实也是一个挺质变的一个道具 就是对于他打团战也好 单挑也好 还是这个推打等等工作也好 都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那这波选择撤退呢 是因为已经破掉对方的两路 几方的关键大招也都没了 所以先选择撤退稳一下 虽然说破掉对方两路 加上炼金 这个经济 二十 二十九分钟三万经济 对吧 二十九分钟三万经济 GPM1258 这一道猫上来以后 就定了一下这个利纳 丽纳这个地方还在撑 这里一个瓶子扔到脸上 扔上了 那几刀就看死了 现在开大招的情况下的攻速是0.42秒 应该吃了这个隐约 而不是拿在手里 给上一个框 框珠 那个链金 这个地方自爆了 但是虚空是先开起了BKB 然后给了一个大招 锤死一个小歪 开始跑 这里神牛跑掉了 神牛这个地方肯定是跑掉了 一个瓶子扔脸上 一下两下 开着BKB打 这个地方他开BKB很聪明 因为如果对方的神牛有大的话 就是如果说他没有记对方时间 神牛有大 交一个大招的话 有可能杀不掉 很麻烦 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自己的队友支援到战场以后 也是成功的去把对方追死 一个瓶子扔上去 打死对方的突破 但是没有留住这个虚空 有点可惜 其实这个地方 他一更好的选择 是把瓶子扔到虚空身上 因为当时虚空还没有开BKB 那么联金术 目前的攻击力 是达到了340多 340多的攻击力 天赋上面肯定会选择去减这个攻击间隔 这样他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开大的话 攻击速度大概应该也是0.3秒左右一次 第二把一仗 看看这个第二把一仗准备养给谁 这个炼金的GPM现在已经达到1300了 30分钟已经达到1300的GPM 而且这种出装方式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回馈队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他不是说要等很久才能去回馈队友 他非常早就可以去把这个自己打前的这个效果发挥出来 就是队友前期帮他拉着这几拨也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养给小歪了 第二把一仗养给了小歪 第三把一仗也快出来了 因为现在全民的一仗嘛 现在全民一仗都有一张效果 那么炼金给每个人养A 然后自己再来一个 也是非常赚的 就看一下蓝猫飞出来 那斧王是给了一个跳吼 这个蓝猫还是很聪明的 发现知道对方有这个斧王的问题 0.34秒 大家可以看到在他现在的身上的这个装备 他的攻速0.34秒 后排被对方的链金给K了 对方的虚空给坑了 不过问题不大 对方虚空在杀掉这个小歪之前 小歪已经把自己的招招给插出来了 链金成功的自爆 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基本上就可以落下帷幕了 因为没有人能打得动这个链金了 已经彻底 4000血护甲不高 只有17点 只有17点 这个护甲 这个护甲确实是不够了 但是由于有4000血的存在 他的这个物理抗性 物理抗性有50%左右 在这样的一个 血量和抗性 以及回血的效果 还有他自己的输出能力上来说 已经没有人能打得动他了 那么这样比赛就马上结束 阿米尔的这个链金是天C这支战队也是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绝活的这么一个位置吧 比较绝活的一个位置 这次打的也是真的好 而且这个选手从出来到到现在 从他出道到现在为止 这个感觉实力还是一直在上升并没有下降 打的也是越来越好 希望中国也能出几个多出几个店的人才 对吧 多出几个店的人才 这样的话能给中国道德来叙叙命 因为现在道德这个游戏 其实全世界的这个在线人口都没有说下降 反而是在上升 但是唯独中国的这个赛区 他的一个人数目前是在下降 大家看这套比赛 链金最终是打了32000的英雄输出 对方宙斯打了52000 不过这个宙斯这个英雄吧 这个伤害确实是好来 确实是好上这个输出 而这场比赛的GPM是达到了1321这个连金数是 而且游戏的时间实际上只有32分钟 同时这场比赛没有太多虐权的成分在 也就没有说太多的经济水分 而他的经济在达到1300加GPM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进入到这个 就是说已经锁定胜局的那个情况 实际上就是说这场比赛还是 这个经济都很有效 而且这场比赛的出装 我们其实可以在整体再回忆一下 出门是补导虎原盾加一个力量手套 然后队友养吃术 那么紧接着做了两个护腕 通过运大药 不停的运大药 然后做出来两个护腕加上一个相位鞋 在相位鞋以后7分半钟拿到了相位鞋 12分43秒拿到了自己的灰耀 也就是说他从相位鞋到灰耀只用了5分钟 那么灰耀这个道具是5000多块钱 也就意味着在游戏7分钟到12分钟这段时间 他打出了1000的GPM 顺带一提的就是这1000的GPM没有一个人头的参与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他在拿到这个3800以后 他拿到了两个人头 但是那两个人头是在他这个灰耀已经在路上的情况下 已经在路上给他运的那段时间里面 他拿到了两个人头 所以这5分钟里面他等于每分钟刷1000 然后紧接着在两分钟以后 不到两分钟 一分半钟以后 他拿到了自己的跳刀 一分半钟拿到自己的跳刀以后 14分钟到16分54秒 他又过了两分大概两分40秒的时间 大概是两分40秒的时间 出了一把4000块钱的BKB 然后紧接着又过了三分多钟的时间 他出了一个银乐之精 出完这个银乐之精以后 是20分钟出道的银乐 过了两分钟 他出了一个冰演 拿到银乐以后 两分钟做了一个冰演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炼金术 他的这个装备的更新的一个周期和频率的话 你放在任何一场比赛里面 都是非常逆天的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也是大号自己的一个单排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名整理还是比较高 所以说不存在说这种五人开黑的一个情况 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场比赛这个链金 不用担心你的队友说你光刷钱不干事 是吧 还养了队友三百一仗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是桑小大叔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么么哒 对了 如果大家是在各个平台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主要是点一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